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光學儀器叫做 照相機 照相機呢是一組透鏡構成 作用像一個凸透鏡 讓底片感光 但是你們現在用的數位相機已經不叫底片了 算是那個CCD 反正是個感光材料就對了 反正是某種感光材料 古時候是底片現在換成別的玩意 停車戰界問 為什麼照相機 因為照相機裡面的透鏡有好多喔 你看看圖片裡面 有好多透鏡啊 好多個 他廣告大力高鏡說我有多少個透鏡組成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這總和的效果 總和起來就是個凸透鏡 為什麼他總和的效果是凸透鏡不會是凹透鏡 裡面有的凸有的凹有的在有的那樣 可是總和就是個凸透鏡 請問你為什麼總和是凸透鏡 對來帥哥25號 帥哥25 為什麼為什麼總和是凸透鏡 不知道完蛋 因為 請問你你要在底片上成像 表算是實像還是虛像 虛像嗎 實像 實像嘛 確實有道對不對 實像 凹透鏡會成實像嗎 不會 所以 一定是凸透鏡 他的總和效果一定是個凸透鏡 OK 你就當他是一個凸透鏡就好了 就把他當作一個凸透鏡 然後呢 讓他去呈實像 第一 一定縮小 廢壞 頭那麼大 底片那麼小 一放一單是縮小啊 第二 一定實像 為什麼 因為要匯聚啊 所以要感光啊 所以一定實像 那 凸透鏡的 縮小聲 這一定什麼力的 一定是倒立的嘛 所以要承認是一個 倒立縮小石像 他再問 要讓他成為 倒立縮小石像 表示這個東西要放在 鏡頭的什麼位置 什麼位置 他才會成為一個 倒立縮小石像 停車站接問 啊 放在哪裡 才會形成一個 倒立縮小石像 你們有35嗎 當我 放在什麼地方才會成為一個 倒立縮小石像 到底是什麼外啊 焦距很外 你剛剛講了一個焦距 又講了兩倍 到底是哪一個 兩倍焦距外 請坐 答案叫做正確 要放在 兩倍焦距外 才會成為一個 所以你看照相機的時候 他都告訴你有一個 最小拍攝距離 有沒有 然後你除非用了所謂的微距 Michael的效果 否則你不能夠拍太近的東西 他會整個糊掉 糊掉 不是因為這樣 他要放在兩倍 要放在兩倍焦距之外 他才會形成 我們要的 倒立縮小石像 那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焦過了 叫你背的事情 記得嗎 霧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霧在兩倍焦距 向在兩倍焦距 霧在焦點 向在無限遠 照相機的 像是霧 是在兩倍焦距 在無限遠之間 所以成像是在焦點 跟兩倍焦距之間 所以 物體移動很多 相機只移動 一點點 OK 好一點點 那麼如果 東西離他太遠 因為東西如果越遠 成像就會越近 東西越靠近鏡子 像就會越遠 看這個就知道了 東西越遠 成像就 越近 東西越近 成像就會 越遠 所以如果你東西太遠 那表示你的成像會太近 你的螢幕 這個顯示不是你的底片 你的感光材料 就沒有辦法得到清晰的成像了 怎麼辦 方法一 把它移過來 讓鏡子移過來 把它縮小 把它縮小 當然我會提到 還有什麼方法呢 你把人靠近嘛 因為人如果靠近像就會怎樣 像就會 後退嘛 這樣就會後退 那就可以了嘛 那還有什麼方法 將焦距變長 你離遠是指的離焦點遠 離焦點遠 那你把焦距變長 它就會靠近焦點 就會比較怎樣 後退一點 所以增加焦距 所以我的方法 就是這三種 這個是你東西太遠的時候 好 那你照相的時候怎麼照 正常人照相的時候 會不會說那個山太遠了 山靠近來一點 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縮短物距是 沒有辦法 那如果你有變焦鏡頭 那就把焦距拉長 如果是定焦鏡 焦距不能動就怎麼辦 就只好動那個相機 伸長或者是縮短 這邊要怎麼辦 縮短 縮短 然後要靠近 這是 相機的使用 那反之如果是物距太近呢 物距太近 成像就會怎樣 太遠嘛 太遠就會怎麼辦 第一招 把底片向後 把底片向後 第二招 請那個人 巴鼓一點嘛 請那個人巴鼓一點 遠一點 再來 近視離焦點近嘛對不對 是把焦點怎麼樣 縮短 把焦點縮短 也可以 就是我們能夠調的方法 就是我們能夠做的方式 OK 就是照相 這些話我後面還要用喔 我告訴你怎麼調整 讓它能夠落在我需要落的地方 那個底片上那個螢幕上這個方式 我後面要用喔 你要知道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喔 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到這些事喔 我們平常啊 你拿照相機的時候 你就說喔 那我要調焦 我要調焦 焦距調好 其實你調的不是焦距 你調的不是焦距 你鏡頭擺好之後 就算你是變焦鏡頭 你固定在那邊焦距就怎麼樣 你就固定了 你就已經固定了 你調的是什麼東西 你調的是那個 相距 鏡子的相距 相距 你調的是相距 你要是變焦鏡頭 你才可能調整 真的調整那個鏡頭的焦距 我這裡調不到了 OK 所以 照遠霧的時候 鏡頭就要怎麼樣 縮短嘛 這裡寫的 要縮短 縮短 然後變短 如果你是變焦鏡頭就怎麼辦 把焦距拉長 這裡寫的 焦距要 變長嘛 焦距要變長 那如果是照鏡物呢 鏡頭就會怎麼樣 伸長嘛 就這裡寫的 就伸長嘛 就會伸長 拉長 那如果是變焦鏡頭呢 焦距就要 縮短嘛 這裡寫的 焦距就要縮短 就是你可以做的方式 那剛剛講過 那你 你如果把鏡 如果你把那個鏡頭的 鏡 相距 霧距 那樣子做一些調整 就沒有問題嘛 那你如果調焦點什麼之類的 我剛剛講 那會不會有什麼 重複的影響 或怎樣 其實這還好 因為呢 霧是從無線遠到 兩倍焦距 動很多 可是相距只從焦點掉到兩倍焦距 只動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OK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照相機的調焦的方式 告訴你要這樣子處理 好 OK